朱元璋的凯探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贪官罪狠、惩治罪凶的统治者。 在他眼里,只要围观清廉,犯了罪也可以得到解灭。 如果是贪官污吏,即使是小罪,也不能放过。 尽管朱元璋治贪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但仍然不断有人扑进贪污的染缸。 据说,朱元璋曾发出凯探, 哎,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招杀而稀犯? 换句通俗的话说,朱元璋觉得自己杀了很多贪官污吏, 反腐力度挺大的,为什么贪官还是前赴后继呢? 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几百年后,我们面对朱元璋那一声开叹,不能不说。 那声叹息除了表达朱皇帝本人想彻底检除贪官的良好愿望外, 那种无奈的情愫没有任何意义。 说没有异计,不是否认朱元璋反腐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 因为朱皇帝的重点成立,无论在当时还是朱元璋身后数十年, 对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 也确实使明朝前期清官的数量要比中后期的清官数量多得多。 这种官吏轻酌结构和朱元璋重视励志是分不开的。 然而,朱元璋的反腐措施不适应人性和社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那种种措施具有极强的随机性, 因而,人亡正息也就不可避免。 朱元璋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平民, 与那些生于身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世袭帝王不同, 他从小就感受到物质匮乏对人的伤害, 对贪官污吏西石民之民高的各种招数相当熟悉, 对官吏腐败造成什么样的恶果看得极为清楚。 因此他说, 从前我在民间时, 见周县官吏多不续民, 往往贪财好色, 只知道吃喝玩乐, 不理正事。 对于老百姓的疾苦, 莫然是知, 心里狠透了他们。 如今要严厉法界, 凡于官吏贪污杜害百姓的, 绝不宽恕。 平民色彩浓厚的个人经历和独到的眼光, 使朱元璋成为封建帝王中反腐败最坚定的一位, 坚定到对贪官的刑罚可以用残酷来形容。 他为了留给子孙一个强大清明的皇朝, 在坟腐中制定了各个方面的措施。 西湖, 除了给后人留下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朱家王朝还是灭亡了。 有人提到朱元璋坟腐败时, 特别乐意说, 朱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因此不可能成功。 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吧。 不过, 这种观点让人越看越糊涂, 因为反腐不是为了维护统治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 出身含威的朱元璋, 为了稳定社会, 使用了各种反腐措施, 绝不是指一个杀字所能概括。 通常, 我们多见明朝政府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厉处罚。 如朱元璋首遇刑部, 官吏受赃者, 并罪通贿之人, 徒其家于鞭。 明吏规定, 凡官吏人等犯王法赃者, 不分南北, 聚东北方, 鞭位充军。 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 销手势众, 仍包皮食草。 受赃王法者, 一贯以下账七十, 每五贯加一等, 至八十贯, 饺。 受财部王法者, 一贯以下账六十, 每五贯加一等, 至一百二十贯, 账一百, 留三千里, 等等。 其实, 严惩只是奇迹, 统而言之, 制定刑律, 思想工作, 讲法分明, 大义灭侵, 以身作则, 发动群众。 但凡能想出来的招数, 朱元璋都想了, 但凡能用的, 朱元璋也都用了。 摆着手指算一算, 这样用心的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 有人说朱元璋是一个暴君, 可能与他杀人太多有关, 公平地说, 朱元璋重点致力, 与他的处事感悟有很大关系。 朱元璋曾经开叹, 诶, 朕清晨方处罚数人, 之晚又有犯同罪者, 今晚方法此处过犯, 此臣彼处又有犯者, 前师尚且未遗, 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 罚之欲重, 犯者欲重。 朕昼夜无暇休息, 局面已人无望, 若轻发至, 此类人依旧坐监犯客, 如此非公, 门中人如何得知太平? 如此局面甚为艰难, 若处罚此类人等, 朕会被视为暴君。 若朕宽带于比, 则法唤其效, 刚即荡然, 而百姓是朕, 为无能知主矣。 看来朕元璋也不想杀人, 可现实与他所期望的反差太大, 使他不得不计希望于重点。 明朝一带有一股戾气, 不能不说与朕元璋有很大的关系。 朕元璋一点也不打官枪, 他曾非常实在地对新上任的官员说, 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心奉过日子, 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权, 井虽不满, 可却能每天积水长久不断。 如果经常四处搜刮百姓, 你就是手段再高明, 也难免东窗事发。 一旦事发, 你就要受牢狱之载, 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 你都家破人亡了, 赃物都成别人的了。 这段话被记录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告系列丛书里。 后来, 后世的史学家们给朱元璋的这个告论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守井哲学。 朱元璋在临终遗诏中说, 朕受天命做了三十一年皇帝, 信州总是忧虑借据, 每天勤政而不敢懈怠, 礼求给百姓带来好处。 无奈朕出身贫寒低微, 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 在好善憎恶方面, 差远了。 朱元璋真是过谦了, 实际而论, 那些贪赃王法的人, 读的圣贤书可能不比谁少, 但在秦和权面前, 他们却给孔夫子丢尽了脸。 因此, 朱家王朝有那么多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 也不算是一件歧视。 原因也不是朱元璋所说的, 他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 朱元璋掀起的反弹风暴, 留给后人的遗产, 已明确地说明了谁来监督的谁字的意义。 任何法律、规则和条例的执行都要靠人来完成。 如果一条律令找不到执行者, 那就等于没有甚至更糟。 说找不到执行者, 找不到责任人, 那是就实质而言, 表面看来, 谁是责任人一清二楚。 中国的监察制度创立的准确时间, 学术界的观点虽然不尽一致, 但都认为隋唐时期已经比较健全了, 到明清时期已经达到完尾阶段。 封建时代的监督者们虽然都是对皇帝负责, 但完全掌控在皇帝手里, 则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明代特务猖獗, 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不必细说。 但那只是监督的一部分。 对官吏的监督, 主要是御史台、 十三道监察御史及几十六科等监察机构, 当然, 还应当包括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通政司。 除了这些固定的监察机构, 朱元璋还经常派人巡视各地, 了解官吏的政绩。 朱元璋对监察官员的要求非常严格, 反复教育他们要政级已率下, 忠勤已世上, 勿为迷阴寻已纵监, 勿假公济私, 以害物。 监察官员一旦违法犯纪, 处罚远比一般官员更重。 如大明律规定, 凡封宪官吏官吏, 受财即与所岸志去处求索, 借贷人财物, 若买卖多取价利, 乃受馈送之类, 各家其余官吏最二等。 为了使官员绝对服从朝廷的命令, 明律规定, 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及调动职务, 而脱雇不行者, 官吏善离职守者, 官员赴任无故过限者都要治重罪, 大臣私自选用官员者处斩, 滥涉官吏, 擅自传唤署官都要严加惩处。 可惜的是,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 救得了一时却难救一世。 整肃立志对治国安邦而言, 对老百姓安居乐业来讲, 确实是件好事, 但如果弄得举国上下恐怖气氛弥漫, 整肃就脱离了常态而堕入病态之中, 人性也极大程度地扭曲了。 在病态的环境中, 不管朱元璋多么严厉, 他的那些措施也难逃人亡正习的命运。 虽然洪武时期制定的大明律, 一直在整个冥王朝都起着作用, 但朱元璋的子孙在他去世之后, 就慢慢减弱了执行力度。 朱元璋本想建立一种制度, 使他的子孙万代永建帝业。 为了这个目的,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也只是一个梦想而及。 制度建设不是制定几条律令那样简单, 也不是发布几道禁令就算万事大吉, 而是制定一种机制。 这种机制能保证具体的律令规定, 不折不扣的执行, 不随掌权人的更替而发生大的变化。 不折不扣的执行不难, 朱元璋可以做到, 不随权力更替而出现人亡正习的现象, 朱皇帝万万办不到。 形成这种机制, 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封建帝王如朱元璋, 怎么也不会走出这一步。 封建帝王最怕的是大权旁落, 总是想方设法谋杀功臣, 剥夺他们的权利, 怎能容忍卧榻之旁有他人汗水。 因此,我们可以说, 封建社会缺乏的并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 也不是大公无私的官员, 更不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 而是集体执政的民主精神。 以一言堂开始, 恶性循环, 末了只能以一言堂而告终。 这种民主机制, 不是朱皇帝所能接受的, 同样也是任何封建皇帝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 不管这些封建帝王建立清明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 治国安邦的策略多么详尽, 到头来, 只有王朝没完没了的更替, 却始终不能良性循环。 当然, 没有民主的参与, 一个人说了算, 社会也可以前进, 也会有发明创造。 遇到好皇帝的话, 老百姓甚至可以生活得不错, 但却难以消弭, 王朝更替带来的动乱。 惧怕权力受损, 是朱元璋建立民主制度的障碍, 当他无力掌控他的王朝时, 新的掌权者便诞生了。 但那个障碍物仍然存在于新王朝。 朱元璋不懂这个道理, 他只能凯探, 凯探。 朱恒是谁? 朱元璋是不一出身, 大明天下是他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在他打江山的时候, 有一个过命大哥叫朱六九。 朱六九和朱元璋从小一起长大。 小时候, 朱元璋受人欺负的时候, 朱六九只要在场, 一定会出头帮忙。 在战场上, 他还救过朱元璋的命。 没有朱六九, 可能就没有当皇帝的朱元璋。 朱元璋当机做皇帝后, 封给朱六九一百情土地, 一所大宅院, 任命朱六九的儿子朱恒 当了卢州知府。 朱恒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 当了卢州知府后, 什么事都不干, 就知道挖空心思给自己弄钱, 贪污工程款五百罐, 还有强奸民女的恶行。 朱恒在卢州的贪案暴露后, 朱元璋大发雷霆, 要处死朱恒。 由于朱六九苦苦哀求, 只给朱恒一个降职处分, 便到定远县当支县。 按说有了前车之戒, 朱恒应该收敛一些, 可这人贪得无厌, 贪婪成性, 正如狗改不了吃屎一样, 他也改不了贪婪的本性, 到定远后又顾忌重演, 把定远当成自家的菜园, 把定远的老百姓当成菜园里的菜, 想怎么割就怎么割, 横正暴裂, 搞得定远民不聊生, 怨声载道。 朱恒的胆子越来越大, 在定远伪造朝廷政令, 擅自提高税率, 私增税务, 中饱私囊。 手底下那般人, 更是苟诈人士, 敲诈勒索, 使定远县的官场, 臭名远扬。 朱恒自以为是皇亲古妻, 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可惜, 朱恒这一次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这一错, 竟然让他付出人生最惨重的代价, 将吃饭的家伙给弄丢了。 因为这一次, 他遇到一个赶眼龙须的狠人, 此人便是监察御史, 郑氏源。 谁搅动了这坨臭狗屎? 郑氏源是浙江宁海人, 洪武四年进世, 此人颇有才学, 围观刚正连结, 一丝不苟, 刚入世时, 在公布当一个不入流的小吏。 郑氏源在公布任小吏时, 揭发了公布一件贪污大案, 这起贪污大案的处理结果是, 公布左侍郎寒夺, 郎中丁四忠, 翁金正, 被凌迟处死, 疑三足。 园外郎胡顺华, 被包皮食草, 疑三足。 园外郎姚能玉, 判处抽长刑, 疑三足。 公布的官员, 自园外郎以上, 全部免职, 流放云南, 永不返迁。 公布的贪官, 被一窝端了。 正是原因反贪而立功, 朱元璋破格提拔他为, 正六品监察玉士, 成为大明王朝, 一位专职的反贪工作官员。 这一天朝会, 朱元璋宣布, 恢复封闻严氏制度, 所谓封闻严氏, 就是没有真凭实据, 只要听到封声, 就可以当事儿说, 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严者无过。 朱元璋宣布, 恢复封闻严氏制度后, 享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既没有人说话, 便点名询问郑士元, 问他在民间是否听到什么风文。 郑士元欲言又止, 朱元璋知道, 郑士元有话想说, 追了一句, 说说看。 陛下, 郑士元吞吞吐吐吐地说, 微臣想找另一个时间禀报。 朱元璋看出, 郑士元似乎有顾虑, 鼓励说, 但说无妨。 陛下, 现在就讲。 朱元璋有些不耐烦了, 郑士元舰推脱不了, 只得说。 在百姓中有一种传言, 说定远县之县朱衡 在当地敲诈勒索, 民间怨言甚多。 郑士元的话刚说完,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朱衡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朱元璋过命大哥 朱六九的儿子, 当今皇上的侄儿, 正宗的皇亲国妻。 郑士元一开口, 便拿皇上的侄儿开刀, 这胆子也太大了。 朱元璋铁青着脸, 目光在大殿内扫来扫去, 希望有人站出来说话, 可等了半天, 就是没人肯站出来。 群臣在没有摸清朱元璋底牌之前, 谁敢贸然表态。 有什么凭据吗? 朱元璋只得再问郑士元。 没有, 但流言甚广。 胡为用? 朱元璋直接点将了。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 真没有听说过。 胡为用当然说的不是实话, 但这样的真话, 他不会说。 礼部尚书, 你听说过吗? 没有, 没有, 臣, 没有听到什么封闻。 封闻, 只是为反贪提供线索, 要惩处, 还得真凭实据, 眼见为实。 朱元璋冲着郑士元叫道。 郑士元? 臣在, 郑士元连忙出班。 你最近要到陆州寻查, 顺路到定远去看看, 看那里的水到底有多深。 臣遵旨。 郑士元搅动了一坨臭狗屎, 朱元璋又把球踢回来, 让他到实地考察。 看这坨石到底有多臭。 郑士元带着学生韩仪渴到陆州寻查之后, 返京途中顺道去了定远。 由于朱元璋只叫他顺路到定远去看看, 看那里的水到底有多深,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 因此他们只以陆人的身份到定远去了解情况。 郑士元在定远县城走马观花地看了看, 便将朱衡在定远敲诈勒索贪赃王法的罪行抓了一大把, 然后带着问题回了京城。 郑士元回京后, 向顶头上次佐多玉使邓玉汇报了定远的情况。 邓玉听到汇报后, 内心敲起了小骨, 这事情不好办, 按郑士元反映的情况, 朱衡的头够伤好几回, 可他是皇上的侄儿皇亲国妻啊。 上一次在卢州知府镇上贪赃王法, 强奸民女, 皇上仅给了个降职处分, 谁知这次皇上是什么态度。 由于有顾虑, 邓玉不想滩浑水, 便对郑士元说, 这问题我解决不了, 你直接向皇上汇报吧。 郑士元明知邓玉在踢皮球, 可官大压死官二, 只得硬着头皮去向朱元璋汇报。 朱元璋放下手中的笔, 冲着刚进来的郑士元问道, 郑士元, 有什么事吗? 急着要见朕。 臣到鹿州寻查, 返回途中去了一趟定远, 发现定远的水很深, 也很浑。 是吗? 朱元璋挪了挪身子说, 说说看。 定远县的税务特别多, 除朝廷规定的茶盐酒等专卖税和试税外, 自己又新增了几种税务。 真的吗? 哪几种? 朱元璋心里暗暗吃惊, 百姓板车运输要交行货税, 屋子里储存货物要交仓储税, 出售鸡秦要交肉食税, 摆摊要交战道税。 朝廷规定交易杂粮十弹以下的小本生计免收税, 可在定远却不同, 老百姓哪怕是卖一个鸡蛋, 一捆柴, 一篮子青菜都得交税, 否则, 轻者将货物砸烂, 重则遭到恶力的殴打。 还有呢? 定远的税率也特别高。 税率不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吗? 是, 朝廷规定三十税议, 但定远却是十税议。 你搞清楚了? 朱元璋暗自心惊, 以大名利规定, 擅自设立税目, 乱收税, 从中谋私者当处死刑, 他两眼盯着郑世元。 臣只是看了皮毛, 如果深入了解, 相信, 不止这些, 为臣是怕。 郑世元欲言又止, 朱元璋知道, 朱衡是皇侄, 郑世元投鼠即庆, 想到朱衡贪性不改, 一犯再犯, 一股无名之火直冲脑门, 没好气地怒吼道, 怕什么, 怕就不要来, 来了就不要怕, 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世元不知朱元璋 为何突然发这么大的火, 只得如实地说, 微臣回京后, 向左多御使邓大人 汇报了这件事, 他说他管不了, 要微臣直接向陛下汇报。 等欲耍滑头, 你也弄小聪明, 因而不发。 朱元璋越说越怒, 呵斥道, 光汇报有什么屁用, 这样的事谁都能做, 朕要的是处理办法, 知道吗? 郑世元心里砰砰直跳, 摸不清朱元璋 为何发这么大的火, 来不及细想脱口而出。 微臣以为, 定远县之事非同小可, 任其下去有损皇室名声, 有损朝廷形象, 更有可能激起鸣辩, 元朝灭亡就是前车之箭, 臣建议派秦差前往定远, 从严查办。 从严查办, 说不定朱衡就得掉脑袋, 朱元璋当然倾向于从严查办, 可这句话, 出自一个小小的六品官的口里, 他心里不是滋味。 处置皇亲, 竟然如此盛气凌人, 难道他对皇室心存不满, 故意要与皇室作对? 朱元璋紧盯着郑世元, 如果发现, 朱衡有重大经济问题, 比如贪污, 受贿, 你以为怎么处置?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郑世元斩钉截铁地说, 看来你还真有点 包龙徒斩驸马的气概呢。 郑世元对皇亲国妻下刀子, 一点也不手软, 使朱元璋心里猛然生起一丝厌恶, 但转念又一想, 此人官职不高, 胆子确实不小, 冒死尽界, 忠心确实可嘉, 便将心中的无名之火暗纳下去了。 郑世元脑子嗡的一声响, 他从朱元璋的话里听到了弦外之音, 立即鼓起勇气说, 陛下夸奖, 臣受之有愧, 臣不过是就事论事, 这才是做臣子的本分。 爱卿不必多惜, 朕就喜欢你这样敢说真话的人。 中毒修好了, 朕准备去巡视一番, 顺道到定远去看看, 郑世元。 臣在。 你愿不愿意随朕一起到定远, 查办定远县的问题。 皇上当面发出邀请, 郑世元敢推脱吗? 大水冲了龙王庙。 朱元璋初寻中都, 车架走到楚州后, 突然说身体不适, 便停下来不走了。 第二天, 朱元璋脱去龙袍, 换了变装, 化妆成一个商人, 带着宰相胡维雍, 御史郑世元等人, 及一百多名换成变装的侍卫, 悄悄去了定远。 到定远后, 在城东兴隆客栈住下。 当天晚上, 朱元璋就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原来, 朱元璋住店后, 晚上由魏队长陪同上茅厕, 路过大堂时, 突然听到骂声。 哎哟, 朱衡他妈的不是人, 看中了部下汤笑的小妾, 假意提拔汤笑, 硬把汤笑的小妾 抢到江里, 欲行抢劫。 朱元璋示意为队长停下来, 正在一旁静听, 一个胖子接着说, 汤笑的小妾, 真是个烈性女子, 不愿受辱, 当场撞墙自杀。 这是真的吗? 朱元璋铁青着脸问, 这还有假, 丁远县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 朱衡也太霸道了, 仗着是皇亲国妻, 把丁远县当成他自家的菜园, 全县百姓都成他家的奴才了。 朱元璋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两眼闪着愤怒的光芒, 由于担心暴露了行踪, 只得闭上眼睛, 耐着性子听下去。 朱和尚做天下, 不是说要杀进天下贪官吗? 朱衡是他的侄儿, 在丁远贪赃王法, 作恶多端, 怎么不管管? 朱和尚杀贪官, 那是伤别人, 轮到自家人头上, 笑得了瘦吗? 听说汤孝都疯了, 说要到京城去告状, 这不是去送死吗? 朱衡的小舅子宋继望, 也不是个好东西, 在丁远敲诈勒索, 搜刮民财, 前几天还抢进了越来酒店的女服务员。 咱丁远成了贪官的贼窝了, 牙医都成了合法的强盗, 为何丁远的税率比其他地方要高? 听说, 朱衡的小舅子宋继望到卢州府, 搞到一张盖有卢州府印信的空白文书, 伪造了一份增设税种, 提高税率的通令。 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他娘的朱衡, 他娘的朱和尚。 有人不满地骂人。 朱远章听不下去了, 轻轻哼了一声, 转身去了茅厕, 蹲在茅厕里, 怒气未消, 咬着牙说。 朱衡这杂种, 害得我挨骂, 我要杀了他。 老板, 不要生气, 这都是一面之词, 不足为凭。 明天找朱大人, 问问再说。 卫队长说, 问他, 要问他, 我就不微服私访了。 朱元璋说, 明天, 你去查证一下他们说的事。 第二天, 朱元璋带着郑士元进了一家药店, 看了一阵之后, 郑士元向一位正在抓药的伙计问道, 掌柜的, 你们店里的药怎么这样贵? 一两黄莲要比除州贵三文钱, 一两干草贵四文钱。 丁火鸡哭笑着说, 哎哟, 除州三十岁亿, 定远十岁亿, 买这个价也赚不到钱啊。 朱元张庄着不解地问, 都是头顶大明朝的天, 脚踩大明朝的地, 除州三十岁亿, 定远为何十岁亿呢? 哎哟, 这就要问县太爷诸恒, 定远不仅税征得高, 而且还乱收一气, 板车远货要交行货税, 房子存货要交仓储税, 卖鸡卖鸭要交肉食税, 在街边摆个地摊, 还要交他娘的汤味税, 就是卖一袋米, 一篮鸡蛋, 也要交税。 定伙计气愤地说, 什么大明朝的天, 咱定远就是大黑朝的天。 这样收税, 你们都认了。 不认能行吗? 定伙计说, 鸭翼都是强盗, 谁不服就整谁, 轻则痛打一顿, 重则去蹲班房。 上面还有府衙, 不整丝, 暗茶丝, 朝廷, 可以向上告呀。 告什么? 皇帝和大家是一伙的, 伸着脑袋去碰石头啊。 朱元璋心头一震, 在老百姓的眼里, 自己和朱衡是一伙, 一秋之河。 定伙计似乎不解气, 骂道, 朱衡他骂的不是人, 是畜生。 你怎么这样恨他? 朱元璋问道, 不是我恨他, 是他惹人恨, 欺男霸女, 敲诈勒索, 什么坏事他没干? 我说他就是头猪, 不, 连畜生都不如。 正在这时, 几个衣冠楚楚的人进来了, 一个个派头十足, 定伙计立即换了一副笑脸, 悲怯地说, 宋大人, 苏大人来了, 屋里请。 被称为宋大人的人, 名叫宋继王, 是定远县的瑞吏, 朱衡的小舅子, 被称为苏大人的, 叫苏仲康, 定远县衙役, 苏仲康。 宋大人是皇亲国妻, 今天到你们店里, 是看得起你, 这是莫大的荣幸哟。 朱远璋斜眼望了望那位宋大人, 心里暗芒, 好大的狗胆, 竟敢冒充皇亲国妻。 店老板闻讯, 慌忙从里屋迎出来, 店头哈腰地朝宋大人谄笑。 不知宋大人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请多多包涵, 宋寄望瞟了店老板姬姐, 板着脸问, 把睡票拿来看看。 店老板从柜台里拿出睡票, 恭恭敬敬地递上去。 小人手法经营, 睡手从未少焦一吻。 宋寄望翻了翻睡票,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点点头, 一言不发地把睡票还给店老板。 苏仲康朝老板笑了笑说, 嘿嘿嘿嘿, 宋大人最近身体欠佳, 腿脚无力, 夜里倒汗。 店老板会议, 赶紧取出一个纸包, 强作笑脸送给宋寄望。 嘿嘿嘿嘿, 倒汗是身体虚弱, 这是一只老山参, 给您补补身子。 宋寄望沉着脸, 瞟了一眼人参, 双手反背到身后, 两眼向门外看去。 人参太贵了, 宋大人, 惊手不起。 苏仲康伸手, 将老板的人身挡回去。 店老板当然知道其中用意, 急忙又添加了一包燕窝, 送到苏仲康手里, 谦恭地说, 嘿嘿, 这是刚进的燕窝, 补身子又奇笑, 请笑纳。 宋寄望脸上毫无表情, 冷漠地说, 走, 到别处看看。 既然老板这样承计,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苏仲康伸手接过人参燕窝, 交给随从, 装进已经塞的鼓鼓的大袋子里, 然后跟在宋寄望的后面, 出了药店。 郑视员看了朱元璋一眼, 想对宋寄望采取一点手段。 朱元璋摇摇头, 用眼神制止了她的行动。 唉, 店老板叹了口气说, 这个月的生计又白干了。 店伙计愤怒地对朱元璋说, 你看看, 这一群狗娘养的, 还叫她娘的什么大明朝, 黑的不能再黑了, 该叫大黑朝吧。 朱元璋被她当头痛骂, 心里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 但又不便发作, 只得摇摇头说, 一到贪官就躲, 贪官不是更疯狂了吗? 哼, 不躲, 能怎么样? 店伙计说, 除非你不想再定远生存。 如果有清官出面, 如果有清官出面替百姓除害, 你们敢告发吗? 朱元璋问, 哎呀, 借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啊。 店老板胆气地说, 为什么? 朱元璋两眼盯着店老板, 天下哪有清官? 店老板说, 县令诸和是诸和尚的侄儿, 以皇帝老儿是一伙的, 就是宰相来了, 也得让他三分。 朱和尚, 皇帝老儿, 朱元璋被人当面辱骂, 脸上青一阵红一阵, 哭笑着问, 呵呵呵, 假如皇帝老儿来了, 你敢不敢告? 皇帝老儿? 店老板摇摇头说, 他在京城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来咱定远干什么? 在老百姓眼里, 皇帝就这形象,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战身为王的强盗, 朱元璋的心如同被马峰遮了一下, 血气直潮上冲, 但还是强忍着盯着老板问, 如果皇帝请你去告, 你敢不敢? 你这个人脑子有病吧? 店老板说, 我一个小生意人, 皇帝干嘛请我? 听说朱和尚坐龙亭, 一口一句要杀尽天下贪官, 定远县就是一个贼窝子, 你叫他杀杀看? 不行吗? 朱元璋说, 听说前些史还杀了公布的几个贪官, 有的包皮食草, 有的灵池处死, 这假的了吗? 哎呀, 那是杀别人的头, 轮到自家人头上, 我看他的刀子还能不能落下来? 店老板边说边朝屋里走, 朱元璋的心灵再一次受到抨击, 没想到百姓在背地里这样骂自己, 便和郑氏员出了要店, 刚出门, 隔壁首饰店又传出吵闹声, 于是信不走到首饰店门口查看, 宋大人, 首饰店老板苦苦哀求说, 小店刚开店, 这枚戒指是别人寄售的, 实在不能孝敬你, 大人喜欢, 等小人赚了钱, 一定买一枚孝敬你, 刘老板, 宋寄望推了一把首饰店老板, 不懈地说, 你他妈也太机场鼠肚了吧, 一枚破戒指, 值几个钱, 像割了你的心肝一样, 宋大人高抬贵手, 首饰店老板哭着说, 小店开借不久, 还在赔本转吆喝, 请大人堪恩, 小人以后一定报答您, 告诉你, 宋大人是知仙的小舅子, 皇亲国妻, 苏仲康指着首饰店老板的鼻子说, 拿你一枚破戒指, 是看得起你, 你还想不想在这里开店, 首饰店老板一愣, 不敢出声了, 苏仲康伸手将首饰店老板推了一把, 首饰店老板几个猎切, 中到朱元璋身上, 朱元璋忙伸手扶住首饰店老板, 宋寄望和苏仲康等人, 扬仰仲康伸而起, 首饰店老板见他们进了另一家店子, 腰牙切齿地说, 狗娘养得不得好死, 老板, 朱元璋关心地问, 那枚戒指值多少钱? 一百贯哪, 首饰店老板苦着脸说, 半年也赚不回一枚戒指钱啊, 告他去, 朱元璋怂恿说, 算了吧, 首饰店老板说, 没听说是皇亲国妻吗? 咱一个小生意人惹得起吗? 活该! 朱元璋气闹地说, 给你告发的机会, 你不告, 这样窝囊。 首饰店老板有些莫名其妙地 看着眼前这个人, 不知他为何发这么大的火。 朱元璋不理会首饰店老板, 伸手在空中摇了摇, 立即有数十名便庄护卫围围了过来, 朱元璋朝前面一个门店指了指说, 把那两个收税的家伙抓起来, 押到旅店, 听后发落。 护卫迅速冲进商铺, 三下五出二, 眨眼功夫便将宋继望苏仲康抓了起来。 首饰店老板看着眼前这个神秘人物, 眼中露出了惊讶之色。 四周的商贩们既惊讶又振奋, 议论纷纷, 不知这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敢与皇亲国妻斗, 先是围着看热闹, 然后跟在护卫后面, 看他们把宋继望苏仲康压到哪里去, 怎样处置这两个恶人。 大人, 不好了。 一名衙役惊慌地跑进县衙, 上气不结下气地对朱衡说, 什么是如此惊慌? 朱衡不满地说, 天塌下来了? 真的是天塌下来了? 衙役惊魂未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大人和苏仲康被一伙来历不明的人抓走了, 送到城东兴隆客栈去了。 什么? 朱衡一下子跳了起来。 谁吃了雄心豹子的, 赶到我的地盘来撒野? 不知道。 牙医说, 为首的人像是商人。 朱衡觉得有些蹊跷, 不放心地道。 他们有多少人? 大概有六七十人。 为什么抓人? 不太清楚, 只晓得宋大人当时正在查睡, 为何发生冲突? 我不在现场, 见他们把人抓走了, 才赶回来通知大人。 朱衡听把大怒大声吼道, 集中所有的人, 把星龙客栈包围起来, 看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朱衡骑着马, 带了一百多名牙医, 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星龙客栈。 客栈门口站着十余名带到护卫, 冷眼看着这群人, 由于没有得到命令, 他们不能出手。 你们是什么人? 朱衡骑在马上, 用马鞭指着护卫说, 竟然带着刀到定远来声势。 你是什么人? 卫队长冷冷地问。 说出来, 吓死你。 一名牙医胡假虎威地说, 这是我们知县朱大人, 当今皇上的侄子。 哦, 原来是朱大人。 护卫队长不卑不亢地说, 幸会幸会, 不知朱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少啰嗦。 朱衡怒吼道, 快把人放出来,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了。 哦, 原来是为这件事啊。 护卫队长说, 朱大人请回吧, 等叫你的时候, 你再来。 来哈玛大哈欠, 好大的口气。 朱衡大怒, 你们不是反贼就是强盗。 来人, 把这些人给本官抓起来。 牙翼拔出刀, 向锦衣卫逼了过去。 护卫们握刀在手, 严阵以待。 谁这么大的胆子呀, 跑到这里来抓人。 朱衡章从客栈里躲出来, 站在门口, 威严地盯着朱衡。 你是什么人? 朱衡猛然觉得, 朱衡章很面熟, 像是当今皇上。 再仔细一看, 果然不错, 立即翻身下马, 冲着牙医们大喊, 跪下, 统统跪下, 是皇上, 皇上驾到。 牙医们吓得, 扔下手中的刀, 哗啦啦跪了一地。 儿臣有眼无珠, 不知父皇驾到。 朱衡跪在地上, 一个劲儿地磕头。 朱元璋问道, 怎么, 大水冲了龙王庙, 是吧? 父皇。 朱衡指示不住地磕头, 朱元璋厌恶地瞪着朱衡, 冷冷地说, 当支县很威风嘛, 前呼后用, 胡假虎威, 称吐皇帝了。 儿臣不敢, 儿臣以为是有人抗税, 所以才带人前来, 没想到。 你进来, 其他的人都回去。 朱元璋说吧, 专身进了客栈。 朱衡进来了, 诚惶诚恐地跪在朱元璋面前。 朱元璋也不叫他起来, 缓缓地说, 朕今天到定远市场上看了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朕还真的不敢相信, 这就是大明朝的天下。 不知父皇看到了什么? 你出息了, 朱元璋说, 朕向天下公布三十税议, 这是铁律, 任何人不得更改, 定远成了独立王国, 却执行十税议。 还莫名其妙, 冒出什么行货税, 鞠货税, 肉食税, 战稻税, 老百姓卖一筐鸡蛋, 一篮青菜, 都要收税。 朱衡可怜巴巴地说, 儿臣以为中都已经落成, 父皇定会巡视中都, 定远是必经之地, 儿臣想建一座行宫, 供父皇安息, 修行宫得用钱, 百姓听说是修行宫, 都愿意多交点税。 哼, 胡扯, 朱元璋恼怒地说, 修行宫得真批准, 其实想建就建, 朱衡低头不语。 你胆子还真不小啊, 朱元璋冷冷地说, 竟敢以修行宫为借口, 提高税率, 增加税种, 让老百姓在背后骂朕, 儿臣收钱, 确实是为了修行宫。 就算你是修行宫, 你敢说收的钱, 都用在工程上了吗? 朱元璋狠狠狠地盯着朱衡, 你敢用巷上人头担保, 没有中宝私囊吗? 没, 朱衡一愣, 突然不敢往下说了, 因为收的钱到哪里去了, 他自己心知肚明, 如果用人头担保, 话一出口, 巷上人头就不属于自己了。 不敢了, 是吧? 朱元璋恶狠狠地问, 听说你以提宝为名, 强霸布下妻妾, 可有其事? 没有, 真没有, 那是天大的冤枉。 朱衡狡辩地说, 那是儿臣的妻子, 接汤家小妾来家里玩牌, 没想到发生了争吵, 汤家小妾不小心摔倒在地, 跌破头流血而亡, 这件事与儿臣无关。 你的小舅子打着皇亲国旗的招牌, 在定远县城敲诈勒索, 无恶不作, 这都是朕亲眼所见, 百姓当面骂朕, 朕无言以对。 朱元璋问, 你还有何抵赖, 儿臣其后一定严加管教。 朱衡不住地磕头, 你自己就是地痞流氓, 一丘之河, 拿什么管教别人。 朱元璋狠狠地踹了朱衡一脚。 这一脚太厉害了, 朱衡在地上翻了几个滚, 爬起来又急忙跪下。 请父皇开恩, 再给儿臣一次机会, 儿臣一定痛改前非。 你还有脸叫朕开恩。 朱元璋说, 上次在卢州任上, 你贪赃王法, 以大名律就当斩首。 朕念在你父亲苦苦哀求的份上, 饶你不死。 你当时也信誓旦旦地说, 要痛改前非。 想不到, 你不但不思悔改, 反而还变本加厉, 谁能再相信你。 求父皇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 朱衡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 朕常对你们说, 人生无涯, 贪怜自取。 为主贪, 必丧其果。 为臣贪, 必亡其身。 连者虽然倾苦, 但日子过得平安, 半夜叫门, 心不惊。 贪者虽然得逞一时, 一遇到风吹草动, 便胆战心惊。 你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朱元璋越说越起, 你不知廉耻, 还有脸在请朕开恩马, 来人, 把他压下去。 第二天, 朱元璋去了中都, 留下郑氏员和韩宜可, 让他们继续清查朱衡的贪案, 临走时撂下一句话, 尽快查清案情, 拿出处理意见。 纸斗 朱元璋怒踹朱衡的消息, 顷客之间传遍了 电远线每一个角落, 百姓们搬走香港, 他们巴不得搬走压在头上的那座山。 争先恐后地勇往县衙, 向郑氏员韩宜可提供朱衡一伙 在定远贪赃王法的人正物证。 郑氏员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加之受尽朱衡一伙盘剥的定远百姓 及牙医们积极配合, 纷纷前来告发。 案情很快便大白于天下。 三年来, 朱衡打着修行工的招牌, 在定远擅自提高税率, 私设税墓, 从中贪污十六万七千贯, 县城陈继林贪污受贿两万八千贯, 师爷许通受贿一万八千贯, 税率宋继望敲诈勒索所得三万两千贯, 还有奸淫民女的罪行。 据朱衡招人, 提高税率, 增设税种的通告, 是他指使宋继望到卢州弄到一份 盖有印章的空白文书填写的。 案情是查清楚了, 可处理意见却成了难题。 朱元璋只说拿出处理意见, 这里面似乎有玄机。 朱衡毕竟是朱家的人, 朱元璋常说杀尽天下贪官, 可在朱家人身上, 这句话是否也能算数还真不好说。 上一次朱衡在卢州知府任上贪污五百贯, 仅仅只给一个将职处分, 谁知这一次会不会就戏重演, 再来一次捉放曹呢? 这天晚上, 郑士元吃罢晚餐, 一位牙医来报, 说有一位伤人模样的人有要事求见。 凭直觉, 郑士元料定来人一定与朱衡的案子有关, 因为他在定远一无亲戚, 二无熟人, 无事不登三宝殿, 既然是有要事, 恐怕与朱衡的案子有关, 于是安排两名牙医悄悄在屏风后面做好准备, 如果真的与朱衡的案子有关, 就将全部谈话内容记录下来。 来人自我介绍是凤阳人, 名叫罗大红, 是一个商人, 请求郑士元秉退左右, 他有重要事情要单独说。 郑士元一听是凤阳人, 立即意识到自己预感不错, 因为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 如果不是与朱衡的案子有关, 自己和凤阳人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 这位素不相识的人不可能找上门来, 于是让所有牙医退下。 郑大人, 罗大红说, 你大祸临头了。 什么事? 郑士元故作惊恶状, 朱衡是皇上的侄儿, 更重要的是, 他的父亲与皇上有过命之交。 上次, 朱衡在卢州贪污五百贯, 皇上要杀他, 他的父亲出面求情, 就平安无事了。 实际上, 皇上根本就不想杀他,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郑大人如果认真查案, 朱衡的罪行就暴露得越多, 那么, 皇上处理起来就越棘手, 杀了朱衡, 皇上对老哥不好交代, 饶了朱衡, 对百姓又不好交代。 你给皇上出难题, 皇上心里怎么想, 你知道吗? 呃, 这个, 郑世元点点头, 就算皇上这次大义灭亲, 杀了朱衡, 朱衡的亲属能饶你吗? 皇亲国妻, 都大的势力啊, 弄死你, 不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吗? 罗大红看了一眼郑世元说, 再说, 皇上无奈杀了朱衡, 心里会不会愿你不给皇亲国妻留面子, 把事情办得太绝, 今后找茬整你, 你的脑袋随时可以搬家。 郑世元对这件事早就想透了, 故作惊讶地问, 依你之见, 本官该如何处理? 那是话想给皇上找一个台阶。 罗大红显得胸有成竹, 怎么讲? 郑世元颇感兴趣地问, 丢足宝具, 把责任推到下人身上, 责令退还赃款, 饶朱衡不死。 还有什么要提醒本官的吗? 郑大人尽多识广, 小民班门弄斧了, 只要大人办好这件事, 朱衡一定会重信你, 皇上也会重用你的。 你是受朱衡家人之托吗? 朱家人确实托了我, 但更重要的, 我还是为大人的前途着想, 才这么做的。 你既然知道我的为人, 就不该给我出这个馊主意。 郑世元正色说道, 你这个主意, 貌似对各方面都有利, 其实只对朱衡有利, 对皇上最不利。 如果我替朱衡打掩护, 让皇上不严惩朱衡, 各方似乎都相安无事, 但是, 百姓会骂皇上, 人情大于亡法, 今后官员犯罪, 就会与朱衡攀比, 皇上进也不得, 退也不行, 威风尽扫, 我岂能干这种事? 罗大红一愣, 长叹一声说。 郑大人一心为皇上着想, 令人佩服, 可惜啊, 有谁为你着想。 刚才一番话, 只当小民没说, 告辞了。 哼, 慢, 郑视远冷笑一声说, 本官在为皇上办案, 你不但不揭发案犯的罪行, 反而替案犯说情, 你, 走得了吗? 小人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送什么给你。 罗大红似乎早有准备, 一口否定了刚才的说辞。 哼哼哼哼哼, 你刚才说的话都记录在案, 请签字画押后再走。 郑视远冷笑一声, 来人, 把笔录给这个人过目。 罗大红大吃一惊, 郑大人, 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吧, 让他过目, 签字。 郑视远怒吼, 郑大人, 你会后悔的。 罗大红把记录丢在脚下, 记不签字。 为罪犯说情, 献皇上以本官于不义, 就已经是犯罪, 而且还威胁本官。 来人, 用刑, 直到签字为止。 你敢打我, 主角, 绝不会饶你, 快放开我。 罗大红拼命挣扎, 大喊大叫, 只打了三十棍, 就开始哀叫。 狠狠地打, 打到签字为止。 郑视远立声命令, 我欠, 我欠, 痛死我了。 罗大红求饶了。 这期节, 朱衡的父亲朱六九, 曾到县衙找过郑视远, 叫郑视远不要再查下去。 遭到郑视远的拒绝后, 竟然动手打了郑视远一耳光。 郑视远并没有被他的气势吓到, 仍然发动群众, 深查朱衡及其疑惑, 在定远县贪赃亡法的犯罪事实。 夜深了, 朱元璋与太子朱镖还在中都行宫里批阅奏章。 朱元璋看完郑视远抱来的奏章和案卷, 眉头紧锁, 他将两份材料递给太子朱镖, 忧虑地说。 郑视远抱来两份材料, 一是朱衡的认罪材料, 一是罗大红游说的笔录。 等了一会儿之后, 朱元璋问, 看完了吗? 你觉得怎么样? 没想到, 横哥所犯的罪行确实很严重, 包括陈基林、徐通、宋继望他们的罪行, 以大名律, 受财赃亡法罪、 八十冠除绞刑, 都该判处极刑。 罗大红的那份笔录, 你都看了吗? 看了。 朱镖脸色凝重地说, 这个姓罗的非同一般, 他认为父皇并非真心杀横哥。 这家伙厉害, 他居然把事情都分析透了。 朱元璋伸手把材料拿过来念叨, 朱衡是皇上的侄儿, 更重要的是, 他的父亲与皇上有过命之交。 上次, 朱衡在卢州贪污五百贯, 皇上要杀他。 他的父亲出面求情, 就平安无事了。 实际上, 皇上根本就不想杀他, 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郑大人如果认真查案, 朱衡的罪行就暴露得越多, 那么皇上处理起来就越棘手。 杀了朱衡, 皇上对老哥不好交代, 饶了朱衡, 对百姓又不好交代。 你给皇上出难题, 皇上心里怎么想, 你知道吗? 再看这一段, 朱元璋接着念。 就算皇上大义灭亲, 杀了朱衡, 朱衡的亲属能饶你吗? 皇亲国妻多大的势力啊, 弄死你, 不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吗? 再说, 皇上无奈杀了朱衡, 心里会不会怨你 不给皇亲国妻留面子, 把事情办得太绝? 今后找查整你, 你的脑袋随时可以搬家。 朱元璋拍拍案卷, 感慨地说, 哎, 这个人太厉害了, 几乎将朕的心思揣磨透了, 而且还用来威蚁正式员。 朱标说, 罗大红厉害, 正式员也不落下风。 正式员还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居然将这段话记录下来, 还敢送给朕看。 有什么用意吗? 朱标不解地问。 这一招很厉害, 既像朕显示他办事情的精明, 也是把话晾在前面, 堵住朕的嘴, 减少了他将来遭报复的风险, 两个人都够聪明。 朱标赞同地说, 嗯, 正式员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 正式员这段话也够厉害。 朱元璋指着暗卷说, 你这个主意貌似对各方面都有利, 其实只对朱衡有利, 对皇上最不利。 如果我替朱衡打掩护, 让皇上不严惩朱衡, 各方似乎都相安无事。 但百姓会骂皇上人情大于亡法, 今后官员犯罪就会与诸恒攀比, 皇上尽也不得退解不行, 威风尽扫。 这与其说是说给罗大洪听, 实际上是说给朕听的。 他的这段话, 既表现了他对朕的赤诚之心, 也断了朕宽恕朱衡的后路。 朱表说, 而臣以为正式员能做到这一步, 非一般官员所能为, 这是大智大勇之举, 应当予以肯定。 朕问你, 朱元璋说, 如果你是皇帝, 这件事由你处理, 你会怎么做? 儿臣觉得非常棘手。 再棘手也要决断呢。 朱元璋殷切地看着太子, 太子犹豫不决。 朕在问你如何决断? 朱元璋有些不耐烦了, 作为一个皇帝, 当断不断, 必有后患。 这种决断, 太残酷了。 你认为皇帝就这么好当的吗? 朱元璋走到太子身边, 以众心肠地说, 天底下所有的大事, 只能由你一个人决断, 一朝不慎, 满盘结束。 有一天你当了皇帝, 你就是孤家寡人, 天下是你一个人的, 也只有你一个人心系天下。 所计, 帝王之家无私事, 也没资格有私事。 太子两眼望着朱元璋, 哎, 棘手也就棘手在这里。 朱元璋重重叹了口气说, 六哥, 朱恒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朕该怎么办呢? 狠哥的父亲虽然有恩于父皇, 父皇次第千情, 封官禁绝, 而且已免过朱恒一次死罪, 孙氏报答了他们, 这次又犯下死罪, 只能依法处理, 不能再法外失情, 让他活着, 他就是我们朱家, 一块活动的耻辱被。 依你之见, 还是杀了他。 朱镖果断地说, 杀了只得罪他一家, 不杀则有违国法, 父皇为这种屡教不改的人而失民心, 不知道。 呃, 有道理。 周元璋沉默了, 半天后才说, 让朕想想。 郑大人, 寒疑可说, 估计陛下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承送的材料吧? 嗯, 郑士元点点头, 应该是看到了。 郑大人这一招可真是相当厉害, 我思前想后, 反而是我们利用了罗大红, 不然的话, 一切都可能像罗大红所说的那样发展。 韩大人, 郑士元似乎有一种预感, 你还很年轻, 今后有很多事情都要靠你了。 但请你记住, 作为一名剑官, 不但要有勇气, 而且还要有保护自己的办法。 啊, 寒疑可问道, 郑大人, 您认为皇上会处死诸恒吗? 你说呢? 我想应该会的。 寒疑可想了想, 呃, 但是, 朱六九和皇上的关系非同一般呢? 呃, 这个案子的关键就在朱六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